床板规律地摇晃着 床上的人已然忘情 突然门把手转动 女人担心是丈夫 一脸惊慌 但外面的人没进来 只是悄悄离开 床上的男女长呼一口气 屋内以你气息散去 两个人都没了心思继续 女人整理好自己 走出卧室 看到一张被寄来的唱片 询问是女是谁送来的 得知是丈夫后 女人愣住了 原来刚刚的人真是丈夫 只是丈夫没冲进去 给他们保留了体面 吉弟跟丈夫沃特刚结婚两个月 在伦敦的一场舞会上 吉弟对沃特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第二天他才知道 沃特是父亲邀请过来的 吉弟期待着爱情 但家人们却希望他能早些成家 吉弟怒气冲冲地出家门 正好撞见上门拜访的沃特 沃特自告奋勇陪吉弟出去散心 路上聊天时 吉弟得知沃特是个细菌学家 马上要去上海做研究 在花店里 看着人比花交的吉弟 沃特迫不及待地向他求婚 当初在宴会上 沃特对吉弟一见钟情 只是他嘴巴 说不出甜言蜜语 只是允诺会尽可能地让吉弟快乐 吉弟很震惊 他没有立刻给出答复 回到家时 吉弟听见母亲正在打电话 炫耀他那17岁的妹妹 找到了一户好人家 同时还不忘拉踩他一把 吉弟听着心里不是滋味 便答应了沃特的求婚 跟他去了上海 婚后生活最开始是甜蜜的 沃特很关心吉弟 他很腼腆 就连到了晚上亲密事业事 但是沃特性格内敛 习惯了沉默寡言 而吉弟活泼浇灌 自然不会喜欢这样沉闷的沃特 沃特为了让吉弟开心 陪着他打牌参加宴会 在一场宴会上 吉弟认识了领馆工作人员查理 查理幽默风趣 两人自然而然走到了一起 夏日的午后 吉弟和查理斯混在一起 突然门把手被人拧开 是给吉弟送唱片回来的沃特 两人的事就此败露 几天后 沃特告诉吉弟 长江滞流上的一个小镇爆发了瘟疫 他已主动请英去支援 并要求吉弟与他一同前去 而他给吉弟两个选择 要么和他一起去 要么他将指控吉弟和查理四通 吉弟默默地坐下 请求沃特不要这样做 毕竟他和查理是真心相爱的 沃特都被气笑了 娶吉弟的时候 他知道他自私交惯 也知道吉弟是想要逃脱母亲的控制 但他对吉弟一见钟情 也一直希望他们之间的感情能逐渐加深 只是吉弟这次真的太过分了 但吉弟仍旧不服气 于是沃特和吉弟打了个土 如果查理愿意马上离婚和他在一起 那沃特也愿意和平分开 欣喜若狂的吉弟找到查理 跟他说了这件事 查理想也没想就拒绝了 他如今的成就都是他妻子带来的 他不愿也不能离婚 看着如此自私的查理 吉弟心灰意冷地收拾好行李 跟随沃特离开 他们走的是陆路 一路颠簸 尽管一直坐在轿子上 吉弟也难受得不行 到了小镇后 他们被安排在山顶小屋 房子破败且脏乱 这里的原主人都得了瘟疫去世 他们将那些被褥全部烧掉 负责这个地区的副官叫威廷顿 吉弟和他聊天时 才知道来这里还可以走水 更快更舒适 之所以走陆路 是因为沃特在折磨吉弟 来到这里 两个人都未曾接种疫苗 吉弟问沃特得了祸乱会不会痛苦 听着描述就已经出目惊心 很快他们就和祸乱正面对上 一个老人横尸街头 染上祸乱的身体失去水分 十分干扁 一边的女人看得都呆了 情不自禁地伸出手去触碰 下一秒 旁人将吉弟暴离这里 回到家的吉弟还惊魂未定 而沃特要面对的 比他看见得更艰难 病房里充斥着污秽 沃特一走进去便忍不住反胃 病人们一个个都骨瘦如柴 堪称人间地狱 来到这里这么久 沃特始终没有正眼看过吉弟 吃饭也是宛如陌生人 仆人端上一盆生菜 沃特让他撤了 吉弟却因赌气端过来就吃 沃特沉默了 然后也拿过生菜大口吃起来 吉弟看着他 心里不是滋味 瘟疫就之并不太顺利 看着一个又一个病人失去 沃特破天荒地喝了酒 夜晚醉熏熏地他给吉弟带话 当地的修女想见一见吉弟 所有人都觉得 吉弟跟着沃特来这里 是因为深爱沃特 不愿分开 只有他们知道这是一场惩罚 吉弟来这里已经一个月 却还是第一次出门 第一次看到霍乱最真实的状态 无数的孩子失去家人 这一刻 吉弟突然意识到自己的愚蠢 他们舍弃了一切 用他不曾拥有过的大爱竭尽权利 回首过往的躁动浮华 吉弟深感自己的人生毫无价值 这才发现那个古板沉闷的丈夫 是如此道德高尚 他的腼腆背后隐藏的 是一颗厚道和善的心 当晚 吉弟走进了沃特的工作间 沃特睡着了 他第一次认真端向沃特工作的地方 此番前来是想和沃特好好聊聊 他希望他们俩能够这么痛 也希望沃特别再惩罚他 可沃特十分抗拒 甚至不想多说 第二天 吉弟在得知修道院有位修女去世后 他毛遂自荐前来帮忙 最开始 吉弟面对孩子手忙脚乱 还把衣服弄得脏兮兮的 但他也渐渐上手 经常谈亲给孩子们听 第一次看见这样的吉弟 沃特都震住了 那退去浮华面纱后的脸庞 让他一眼便直达他善良温暖的心 恍惚间想起两人的第一次出见 他们的关系在逐渐缓和 此时的沃特正面临一个问题 这里是霍乱一区 村民却把病死的尸体埋在下游的河边 严重污染了水源 于是沃特要将下游的水源全部封起来 把河边的尸体迁移 村民比较讲究风水 这下一来 顿时群情激愤 而随着瘟疫治疗的进一步推进 民众们的愤怒也越发高昂 这时 意外发生了 女人坐着轿子晃悠悠走过街头 几个男孩看见后 给彼此互相使了的眼色 纷纷跟上去 女人心知不好 让教父再快一些 但已经晚了 女人摔了下来 男孩们还不肯罢休 步步紧逼 女人只得一路狂奔 最后被逼到了一个屋子 男孩们对着他愤愤放话 女人因听不懂而感到绝望 还是沃特及时赶到才将他救下 两人也因此放下最后的芥蒂 全身心接纳彼此 从这一晚之后 吉蒂时常会去看沃特工作 他在一点一点地了解沃特 融入他的生活 两个人一起坐船供赏美景 依偎在沃特身边 吉蒂再一次深切感受到 他之前错过了一个怎么样的宝藏 就在这时 吉蒂被查出了怀孕 得知消息的沃特先是欣喜 然后是痛苦 因为他不知道孩子是否是他的 但现在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如今的他们心心相应 镇上的救治工作也在往好的方向走 但这是一批不速之客造法 破乱沿着和蔓延到难点 那里没有任何医生 人们只能举家搬迁到这里祈求帮助 为了不让他们进入城镇 沃特等人只能在郊外建立难民营 而他自己亲自救治病人 离开前 他去了一趟修道院 吉蒂和孩子们深深地睡着 他温柔地亲吻吉蒂却没有叫醒他 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 几天后的深夜 吉蒂被微停顿叫醒 沃特在难民营被感染 情况很不好 吉蒂匆匆赶过去 此时沃特满头虚汗 不停呕吐 他说不想让别人看见他这样 于是吉蒂将其他人赶出屋子 自己留下来照顾沃特 曾经骄纵的大小剑 如今耐心温柔地照顾自己丈夫 只是已经太晚了 深夜 沃特清醒了一些 目不转睛地看着吉蒂 低声树说着对不起 不能再陪伴他走下去 沃特死在了他们最相爱的时刻 吉蒂将他葬在了这个小镇上 当他看见仆人把沃特的东西收起来时 他迅速抢过来又摆好 可又有什么用呢 故人已逝 吉蒂哭得不成人样 他离开这里回到伦敦 独自生下了孩子 几年后 吉蒂在街上又遇见查理 查理仍旧放荡 向他暗示 但这一次 吉蒂毫不犹豫地离开 过去这么久 他早已看透这个男人 而真正值得爱的人 葬在那遥远的国土 原谅和爱要比怨恨美丽 吉蒂爱上了沃特 永不能忘 只是可惜爱到分离才发现